請揭曉 是我的大方 是我的紫棋 好 同一看 可以國際的 新北葉誕稱演唱會 22日公布卡司陣容 看看這壓軸來賓 是不是越來越期待了 而身為主持人的嬌哥 之前辦過ELSA跟聖誕樹 這次會有什麼新的創意呢 老實說 那年收視率也沒有爬 所以 那話了半天 欸 收視率也沒有影響嘛 那可見觀眾還是喜歡看我正常的樣子 而除了主持人身份之外 嬌哥這次更多了 最資深新人的封號 要準備八專輯啦 這專輯風格 就讓嬌哥為我們介紹一下吧 我的專輯風格很多 那就秉除掉 Julia跟熊仔的風格都有 因為他們兩個那種 我不會 對啊 我就叫他們都讓一讓啊 當然沒有 誰理你啊 每個人都 王先生也等好久 Julia也等好久 蔡健雅也等好久 陳起正也等好久 有我久嗎 但是 但是他們也是萬眾期待 十二月底 這八片月真的是太可怕啦 嬌哥該不會有偷偷暗示 女友孟跟Ru 多買個幾張吧 我沒有 我叫他先不要買 我就要先聽完 喜歡再買 因為你要買一百張 你要送給朋友 你還要看人家要不要耶 我們也不要硬塞嘛 我沒有幫他 他沒有幫他 這五張整得是幫助恆代 水凡娛樂台灣報導 com內要不要 W7 2 2 2 1 1 2